大运河和长城并称为中国的两大器官 是中国古人勤劳与智慧的结晶 大运河连接了沿途六个省几十座城市 许多城市都因运河而行 其中杭州既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 也是浙东运河的起点 尤其是南宋朝廷定督在这里之后 运河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今天开始我就为您讲讲运河和杭州的故事 公元1127年来自北方的金兵一路南下 攻破了北宋的都城东京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 宋徽宗赵吉和宋亲宗赵桓被俘 金兵将他们和数千皇亲国戚掳走 带回了北方 国不可一日无君 驻守在外的宋徽宗第九子赵构 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成为了新的皇帝 建立了南宋政权 南宋建立在金兵的步步紧追之下 赵构想回东京是不可能了 该把都城建在哪里呢 从长安 襄阳到建康 大臣们吵得不可开交 十月 金兵突然南下 宋高宗赵构惊慌失措 赶紧与群臣商议 大家统一了意见 定都建康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 因为这里物产丰富 再加上有长江天险 有利于军事防御 这年冬天 赵构率领群臣 开始往建康迁移 到了扬州后 赵构突然不想走了 想留在扬州 没想到 金兵很快攻破了扬州城 赵构没办法 只好继续往南逃 为了安全起见 赵构改变计划 过了建康继续南行 最终来到杭州 把杭州升级为临安府 建立行宫 安家落户 后来 几经周折 最终于公元1138年 正式定都临安 宋高宗赵构 最终选择定都临安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里运河畅通 水上运输能力极强 它需要什么 通过运河水路 就可以很快送达 同时杭州段运河的位置 得天独厚 它既是金航大运河的终点 也是浙东运河的起点 现在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 它是包括三段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金航大运河 从北京到杭州 1794公里 另外还包括 在水塘时候开着的 但现在已经荒废的 那两段 永济区和通济区 另外第三段 就是从杭州到林波 这个自动运河 并都临安之后 南宋朝廷经济困顿 常常入不敷出 宋高宗赵构打仗不行 做生意倒是很有一套 他依靠的正是具有 地利优势的大运河 赵构积极发展运河经济 和拓展海上贸易 他鼓励官员招商隐私 对于来临安做生意的 外商给予优厚待遇 派当地官员以九十款待 对招商隐私得利的官员 予以中奖 加官进决 当时有一位官员 叫蔡景芳 几年间招商净利润 达到九十八万民 宋高宗赵构当即赏他 诚信王的官爵 赵构一再强调 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他说 世博之力最后 若措置何宜 所得动以万计 岂不胜取之于民 在宋高宗赵构的推动下 当地经济急速发展 城内水道纵横 桥梁林立 码头沿河而设 形成了大大小小很多个商圈 比如江掌桥附近是鱼码头 黑桥旁边是米码头等等 白天充满节奏的挑担声 小贩卖力的吆喝声 不绝于耳 河上翻墙云集 岸上人们接踵摩肩 一派繁荣景象 到了夜晚 暮色四河 鱼灯初上 星罗旗部的货船 仍然布满运河水面 与运河旁的白墙灰瓦 相应乘去 另一方面 从各处运来的丰富物产 由杭州出发 走浙东运河 经绍兴到宁波 从宁波转海运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最终运抵日本朝鲜半岛 东南亚和波斯大石等地 杭州运河有效地提供了海河连运 南宋于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着贸易往来 将中国特产的陶瓷 丝织品 茶叶等物产 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 南宋时 杭州的运河成为当时 最繁忙的黄金水道 依托运河 南宋都城经济繁荣的程度 不仅超越前代 而且在当时居世界前列 临安手工作坊林立 丝织业的织造技艺精良 据南宋古籍武林旧事记载 南宋时临安商业有四百四十行 各种交易甚盛 万物所惧应有尽有 中国金行大运河博物馆 藏有运河遗址出土的南宋银钉 铁剪刀 还有数以万计的宋代铁钳 它们都是那个时代 商贸繁荣的见证 这件湖州生产的铜镜 是当时非常抢手的一种商品 远近闻名 宋代开始出现带饼的铜镜 人物骑凤飞行图案 寓意吉祥 就这样 四通八达的水网 拱卫着南宋都城临安 给南宋朝廷带来了丰厚的财富 使其能够天安一余 高宗时 士博收入超出北宋最高额的两倍多 达到了二百万贯 运河不仅在繁荣经济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 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南宋建言三年 即公元一一二九年三月的一天深夜 时任礼部侍郎的张俊 正在秀州的临时司令部工作 突然一个黑衣黑帽的人 出现在他的帐中说道 有人给我重赏 要取您首级 张俊神色泰然地问道 你想怎样 黑衣黑帽的人低声说道 我虽是一介盲夫 但是很敬仰您 这种大逆不道之事 我是不会做的 不过请你务必加强戒备 恐怕对方不会善罢甘休 张俊刚想问来人姓名 他却尽自离去了 究竟是什么人 要取礼部侍郎张俊的姓名呢 原来此时在临安 一场兵变已经发生 三月初 刚刚逃到临安不久的宋高宗赵构 对官员王渊 为以重任 任命他为签书书密院士兼御营都统治 这一任命引起了两个人的不满 他们是御林军统领苗傅和统兵官刘正燕 两人与王渊积怨很深 便趁皇室立足未稳之际 仗着手中有一万多御林军 以王渊和宦官勾结谋反为借口 发动兵变 很快王渊被杀 但苗傅和刘正燕仍不肯上榜安修 他们逼高宗配位 让年仅三岁的太子赵夫继位 同时秘密派出杀手 暗杀在外驻守的其他南宋将领 驻守在外的将领张俊 韩世忠等人 得到消息后相约 共同发兵营救高宗 营救的队伍沿运河水路 一路奔袭到临安附近 因为宋高宗照构在叛军手中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们秘密不属 以韩世忠为先锋 张俊为两翼 其他人为中军 多方包围临安城 因为当地运河与海陆相连 张俊 韩世忠等人担心叛军 会挟持高宗逃入海中 所以他们命人恶守运河要道 切断叛军后路 同时派出先锋队 聚守运河旁的粮仓 整备军械 做好准备 然后发动进攻 没想到 叛军也利用运河为屏障 在运河中设下埋伏和障碍 双方在周旗之上展开决战 叛军节节败退 最终在北关燕桥一带 被彻底击溃 历时近一个月的叛乱宣告结束 宋高宗被重新扶上皇位 燕桥也从此改名德胜桥 桥旁建有中庭 是为了纪念功臣韩世忠而建 大运河的林林国光里 映照着过往岁月的繁荣辉煌 和危急时刻的金戈铁马 南宋时期 畅通的大运河 为南宋朝廷带来了丰厚的财富 军事的防御和政治的稳固 到了中国元代 在大运河的滋润下 杭州的商贸依然繁荣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曾经沿运河来到杭州 看到运河两岸商旅云集 百货登市 马可波罗盛赞杭州市 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 中国明清时期 杭州运河承担着重要的草运功能 富庶的南方将粮食通过运河 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城 清代的康熙乾隆皇帝 都曾经六下江南 沿着运河来到杭州 对这里的人文汇翠 经济繁荣赞不绝口 值得一提的是 时至今日 杭州的运河依然百个蒸留 生机勃发 一如既往地发挥着航运 灌溉等多种功能 大运河古今交融 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令人惊叹 乾隆皇帝一生六下江南 是不是单纯地为了游山玩水 在杭州唐溪古运河边 至今注立着一块乾隆玉杯 默默记录着乾隆第一次下江南的故事 国宝档案带来大运河传奇之 天下粮仓为天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